2009年2月16日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警察局 突然响起一通令人毛骨悚然的报警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位女士的绝望哭喊 声音在回荡间仿佛带着无尽的恐惧 请快点来 黑猩猩 黑猩猩 她 她杀了我们的朋友 他杀了我的朋友 他杀了我的朋友 谁杀了你的朋友 我的晶寨 你的晶寨 你的晶寨是杀了你的朋友 他杀了他的部分 快点来 是你的朋友吗 或是你接近你的朋友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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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来下来 我知道它是困难的 我知道它是困难的 但它们走得最快 就在你的方向 好吗 拜托 拜托 好 养猩猩 这件事还要从1995年说起 一只黑猩猩 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动物保护区出生 而一对夫妇听说后 决定要买下这只黑猩猩 作为他们的宠物 他们立即联系了动物保护区的管理员 然后飞到密苏里州 看这只黑猩猩婴儿 妻子赫罗德一见钟情 毫不犹豫地花了5万美元带走了它 他们给黑猩猩取名为特拉维斯 以他们最喜欢的歌手 特拉维斯特里特的名字命令 从小特拉维斯就被当作人类一样饲养 平日里 他穿着衣服和裤子 和赫罗德一家一起四处旅行 一起生活 在早期 特拉维斯甚至参与了一些电视广告和节目 包括可口可乐等多个知名品牌的广告 当时特拉维斯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小明星 他们一家经常和特拉维斯一起玩摔跤 他们说这只动物玩得非常小心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特拉维斯过着几乎和正常人类一样的生活 坐在餐桌上吃饭 用着专属的水杯喝水 甚至还能自己开电脑看图片 然而 不幸的是 他们家的独生女在2000年因车祸去世 这一切改变了赫罗德夫妇对特拉维斯的态度 他们开始将她视为亲生儿子来抚养 这只黑猩猩对他们来说 不再只是一只宠物 而是家庭的一部分 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黑猩猩特拉维斯也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个性 就像一个青少年进入叛逆期一样 2003年10月 当时8岁的她发生了第一次不良行为 那天 赫罗德一家开车带着特拉维斯在城里兜风 等待红灯的时候 一个路人不经意地向他们的车窗扔了一个空水瓶 特拉维斯看到后有些生气 解开安全带就追了上去 然而 他没有追到那个路人 愤怒的特拉维斯并不想回到车上 他在路边晃来晃去 还开始骚扰路人 大声喧哗 赫罗德一家试图让他回到车上 但是毫无效果 警察到达现场 试图控制局面 但是特拉维斯却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看起来更加兴奋 于是 特拉维斯开始追逐来往的车辆 在路上和警察玩耍 他的体重接近100公斤 几乎需要四五个成年男性 才能制服他 这一闹 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 就这样胡闹了两个小时后 他有些累了 才重新回到车上 尽管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但却引起了广泛关注 同年 赫罗德一家居住的康涅狄格州 通过了一项法律 禁止私人饲养 超过20公斤的零肠喂动物 然而 这条法律并没有对特拉维斯执行 因为赫罗德一家已经饲养了它太久 而且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动物 大家都认为特拉维斯是无害的 但自那以后 赫罗德夫妇几乎不再带特拉维斯外出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度过 这个曾经活泼可爱的黑猩猩 因为一次冲动的行为 陷入了一种无法挽回的孤独和被限制的境地 丈夫的遗言 在2005年3月 赫罗德的丈夫杰瑞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患上了胃癌 杰瑞的最后一段时间便在医院度过 在生前 杰瑞表示如果他离世 希望赫罗德能将特拉维斯送往黑猩猩保护区 他知道如果发生一些意外 赫罗德一个人将无法照顾特拉维斯 然而赫罗德最终并没有将特拉维斯送回黑猩猩保护区 不久之后 他结识了他的好朋友查拉 每当他不在家时 赫罗德都会将特拉维斯交给查拉照顾 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直到2009年2月16日这一天 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猩猩赤震定计 14岁的特拉维斯 因为尝试坚持一些垃圾食品 体重达到了近120多公斤 这天中午 他吃了一顿炸鱼薯条和冰淇淋后 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赫罗德有些担心 于是在特拉维斯的水杯里放了一点镇定计 希望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然而镇定计似乎并没有起作用 黑猩猩突然冲出屋外大闹 赫罗德心急如焚 决定叫来他的好友扎拉帮忙 扎拉拿着特拉维斯最爱的玩偶 试图将他引导回屋里 然而 当特拉维斯看见查拉时 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像发狂了一样扑向查拉 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撕咬着他的脸部和四肢残忍之急 赫罗德目睹着这一幕心如刀割 他立即冲上前去制止 但特拉维斯却丝毫不受阻碍 赫罗德情急之下 回到屋内拿起一把刀 朝特拉维斯背部刺去 然而 这只是激怒了特拉维斯更甚 赫罗德突然想到 扎拉已经被攻击得奄奄一息 不敢再让特拉维斯继续 他拼命地跑向车里 匆忙锁上车门 拨通了911报警电话 就在这通电话中 赫罗德在绝望中 描述着特拉维斯的暴行 警察迅速赶到现场 一见到特拉维斯身上 沾满鲜血的身影 他们吓了一大跳 没有丝毫犹豫 警察掏出手枪 对准黑猩猩连续开了四枪 特拉维斯被击中后发出尖叫 惊恐地跑开了 最后 他匆匆逃进了房子 艰难地爬到自己的卧室里 最终倒在了笼子旁边 警察走近满身是血的 查拉尸体旁边 突然 查拉用他仅存了一点力气 抓住了警察的腿 警察连忙将他送往医院 扎拉的伤势相当严重 黑猩猩几乎咬掉 撕烂了他的眼睛 鼻子 下巴和大部分的头皮 还失去了一只手 扎拉勉强从死亡的边缘 挣扎了回来 他的身体虽然依然充满了伤痕 但他的意志却是坚不可摧的 他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 最终以惊人的顽强活了下来 为了找出原因 特拉维斯的尸体被带到试验室进行检查 但大家没有查出任何疾病 却在体内查出了镇定剂的药物 而这个药物是一种短效的抗焦虑药物 可能会导致出现幻觉 攻击性 但这个概率很低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有一个说法是 查拉当天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黑猩猩可能没认出来 当他看到陌生人拿着他最喜欢的玩具 他感到有威胁 但无论怎样 有一个事实永远逃脱不了 那就是无论他的行为再怎么向人 他也始终是一只野生动物 赫罗德在经历这场惨剧后 遭受到了大量的舆论暴力和指责 这种压力和痛苦 无疑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令人悲伤的是 仅仅一年后 他因为主动脉流破裂而离世 最终 他和特拉维斯的遗体一起被火化 并被埋葬在了一起 而查拉这边 他的治疗和诉讼之路 却一直没有停下 事故发生后 最终他获得了大约400万美元的赔偿 他接受了无数次的面部和手部移植手术 而幸运的是 这些手术都取得了成功 如今 他可以用鼻子呼吸 可以正常进食 但他的眼睛和手臂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依然生活在黑暗中 眼前一片模糊 关于那天的悲剧 他再也不愿意回想起 星星能当宠物养吗 其实呢 在现今 还是有人类把星星当宠物养的 现在给你看看 养星星是什么体验 他的高智商一定会惊艳到你 能看到大星星准备洗澡 大星星和妈妈一起来到浴室 然后他自己主动脱掉了纸尿裤 站到椅子上等着妈妈为自己洗澡 妈妈很快 为大星星打湿了身体 然后准备给他挫目浴露 大星星非常配合妈妈 他举起胳膊让妈妈搓洗 由于大星星的毛发很浓密 所以妈妈为他搓洗的时候 需要非常用力 董事的大星星 为了让妈妈轻松一点 总是非常配合妈妈的动作 他甚至会主动做出高难度动作 来配合妈妈 只见大星星特意把一条腿抬高 和躯干成90度 让妈妈为自己清洗脚趾和大腿 半小时后 妈妈为大星星搓洗完毕 大星星自己拿过水龙头 要冲洗泡沫 但为了逗妈妈开心 大星星故意把水龙头对准妈妈 果然 妈妈被他的调皮行为逗笑了 然后 大星星开始为自己冲洗 冲洗完成 大星星走出浴室 妈妈为他擦干身体 看妈妈擦得特别累 大星星接过浴巾 自己擦干了后背 然后大星星要穿纸尿裤了 但他的动作非常搞笑 两条腿穿上后 屁股一扭就上去了 而且星星也要刷牙 不然会有口臭 刷完牙要开始漱口 但大星星漱口的方式和我们却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吐出口水 反而全部都喝了下去 紧接着 大星星跟着妈妈来到卧室 他跳上自己的床 舒服地躺在很多柔软的枕头中间 而且大星星还有自己的娱乐活动 那就是看电视 看完大星星的生活 大家有没有被他的高智商震撼到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